前鎮高中高三的同學 恭喜你們 終於畢業了 在你們高中三年辛苦的奮鬥 不管現在是已經考上大學 還是正在為大學打拼的各位同學 多祝福你們 已經考上大學的同學切記 這只是一個開始 你的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請你好好的打拼 加強自己的專業技能 你要多學一點其他的 因為免得自己 人家說一技之長 甚至二技之長都不為過 使自己好好的未來打拼 那還沒有考上同學 老師在這邊祝福你們 未來有無限的潛力 好好的努力 充分的打拼 希望你們都能考上理想的科系 未來如果我們說 不管是你們回學校也好 或者說我們在外面 其他地方有見面的話 我們也可以聊一聊 因為現在我們只是老師和學生 但是以後 我相信我們會是很好的朋友 那如果你們以後 有任何的酸甜苦辣 甚至有任何的心思想分享的話 歡迎你們都回到學校來找老師 跟老師來一起 我們來一起為這些 心裡面所要紓解的一些壓力 一起聊一聊都沒有問題 好請你記住 我們是一輩子的好朋友 祝福你們 恭喜你們 老師要不要給我們畢業祝福 祝福 嗨 各位畢業生大家好 我是家政老師 那希望呢 各位可以在畢業後 把家政課所學到的東西 帶到你的生活裡 譬如說 把愛知語的技巧 把它用在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還有你所愛的人的身上 然後還有你在烹飪課學到的勇氣 可以呢 為你自己煮出一頓營養 又不會食物中毒的料理 那第三個就是 服裝的部分呢 也期待你們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Style 那在這邊祝福大家畢業快樂 掰掰 祝所有高三畢業生畢業快樂 哈囉各位畢業生我是阿虎老師 先恭喜你們都已經要畢業了 那你們都知道我很喜歡咖啡 我現在手上呢 這裡有一本書叫做 《咖啡之人的愛與編集》 那藉由這一本書呢 我想要跟大家的期許 希望你未來在人生的路上 都能夠充滿愛 還能夠充滿對自己 人生的堅持與編集 然後希望你們都能夠努力的 朝向自己喜歡的樣子前進 最後呢能夠成為自己喜歡的人 OK 祝福你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們 化學老師 首先 先恭喜大家 畢業快樂 但是畢業呢 並不是一個結束 而是另外一個階段的開始 不管你現在順不順遂 你所做的努力都不會白費 最後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前程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親愛的同學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歷史老師 碧霞 我知道在你們考完試之後 你可能會把所有的歷史知識都忘記 沒關係 再Google一下就好了 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一句話 就是歷史其實是一種思考 也就是說歷史就是思考 如果你真的學好了歷史 你一定會懂得問why 因為一切的求知都是從好奇開始 比如說你應該要去問 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報紙會這樣寫 為什麼你的親朋好友 每個講的都不一樣 到底什麼是真相 我希望大家走出校園之後 能夠做個會獨立思考的人 祝福大家 大家好 恭喜 即將畢業的高三同學 你們即將步入人生中 最精彩也是最重要的旅程 教官還是要一本初衷的 跟同學講一下 第一個 做事要負責任 要責任心 第二個 要學心學習 第三個 一定要培養健康的身心 最後 預祝大家 事事都如意 完畢 高三同學 好快三年就過去了 你們要畢業了 畢業之前 你們最好算一下 你們的警告消了沒喔 各位高三的同學 恭喜你們畢業了 在未來的人生旅途當中 老師希望你們能夠結交更多的好朋友 能夠念更多的書 參加更多的活動 並且多旅行增廣見聞 開拓人生未來的方向 恭喜你們畢業了 祝福你們 看著你們從小高一 到成為畢業生 每一年的蛻變 都代表著你們的成長 祝福大家 平安快樂 蓬城萬里 再會囉 快樂嗎 準備好登上 你的人生大聯盟了嗎 每一顆萊球 就像是你的每一個夢想 看準了你的夢想之後 然後用力揮擊 打出你的人生全力檔 親愛的三一三以及四十四屆的圈體同學們 恭喜你們畢業了 相信你們在前中的這三年的 董董弟弟 會是你這輩子最能力的活力之一 請帶著我們的祝福 展示區菲拉 你好我是妮妮 因為偶像是不輕易露面的 所以派出我的分身 今天我要帶來我的好朋友 嗨我是欣妮 今天是畢業典禮喔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祝福我們的同學呢 不如我們就來抽一張塔羅牌吧 好耶 哇抽到了這一張塔羅牌 那這一張塔羅牌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一張代表著順利達成圓滿結束的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帶著我們的滿滿的祝福 及滿滿的能量 開啟下一階段的人生 恭喜你們 拜拜 嗨我是Vincent 祝高三的畢業生 畢業之後順心如意 好 鄭重再見 拜拜 泡咖啡需要專注 你的人生更需要專注 祝大家展翅高飛 祝大家展翅高飛 恭喜你們畢業了 錢中永遠大門會離開 歡迎回來找我 雅燕龍 五十一區的小微星人們 還記得這個美麗的雕花燈籠嗎 這可是我第一次收到外星人送的母親節禮物喔 這老師的眼裡們真的很特別 就是有藝術家的才華 可是卻沒有藝術家的傲氣 這兩年跟你們在一起 真的過得非常開心 我覺得當你們的導師 真的是一件很炫又很幸福的事喔 那上了大學之後 你們一定要努力求學是一定要的 但是你們也不要忘記了 你們的導師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可以早點當阿嬤啦 所以上了大學之後 一定要努力的尋找你生命中的千送醫跟都民俊 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談一場美意的戀愛 祝福你們囉 畢業快樂 喔 阿嬤 美帆 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